嗨,我今天吃了一个贝果,一个贝果 我现在在克罗埃西亚,我在克罗埃西亚的海边 我在克罗埃西亚的海边,我今天吃了一个贝果,一个贝果 这个贝果店,这个贝果店,这个贝果店叫布鲁克林的贝果 布鲁克林的贝果店,为什么叫布鲁克林贝果 你知道吗,是不是布鲁克林的贝果很有名 如果你知道,可以在留言跟我说 好,所以我在克罗埃西亚,克罗埃西亚 我吃了一个布鲁克林贝果店的贝果 那我吃了什么口味的贝果 这个贝果的里面有什么 我吃了什么口味的 所以这个贝果里面有青葱 青葱还有乳酪 青葱还有乳酪 青葱是绿色的 平常我会说葱 葱就是青葱 可是说青葱可能比较清楚 因为还有别的葱 像是洋葱 洋葱还有青葱不一样 所以我说里面有青葱 青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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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就是绿色的意思 绿色的葱就是青葱 所以我今天吃的贝果 里面有青葱 还有乳酪 这个白色的乳酪 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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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乳酪 因为有很多种的乳酪 所以如果我想说清楚一点 我要说奶油乳酪 这种乳酪是奶油乳酪 因为中文本来没有这个词 所以有很多种翻译 你可以说奶油乳酪 你可以说奶油起司 有些人可能就直接说英文 他们就会直接说cream cheese 都可以 奶油起司 奶油乳酪 或是cream cheese 好 所以这个贝果里面有什么 这是什么口味的 这个贝果里面有 青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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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乳酪 乳酪 乳酪 什么乳酪 奶油乳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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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吃了一个青葱 乳酪 贝果 一个青葱 乳酪 贝果 青葱 青葱 乳酪 乳酪 贝果 贝果 可是这家店不止有乳酪 贝果 不止有青葱 乳酪 贝果 还有贝果三明治 贝果三明治 贝果三明治 有甜的口味 下面是甜的口味 还有咸的口味 上面是咸的口味 咸的口味 有八种咸的口味 还有甜的口味 甜的口味 有什么咸的口味啊 有培根 培根口味的 培根 贝果三明治 培根 贝果 三明治 还有什么 还有 鱼的 鲑鱼 鲑鱼 在台湾说鲑鱼 在中国说 三文鱼 三文鱼 或是鲑鱼 鲑鱼 鲑鱼 贝果 三明治 鲑鱼 贝果 三明治 所以有培根 贝果 鲑鱼 贝果 还有这个 义士的 贝果 这个义士的 贝果 里面有香肠 香肠 香肠 还有 所以义士 就是意大利的风格 意大利风格的东西 是义士 像是 义士冰淇淋 义士咖啡 义士香肠 就是义大利的冰淇淋 是义士冰淇淋 义大利的咖啡 是义士咖啡 义大利的香肠 是义士香肠 还有这个 义士贝果 义士贝果 三明治 好 然后下一个 有火腿 火腿 三明治 好 所以火腿 三明治 义士 三明治 然后下面有这个 也是火腿 可是它是什么火腿啊 它是猪肉的火腿吗 它不是猪肉的火腿 它是火鸡的 火鸡的火腿 火鸡是一种鸡 火鸡的火腿 所以这个是火鸡火腿 被果 三明治 火鸡火腿 被果 三明治 然后下面 下一个是 mortadella 我本来不知道它是什么 可是我刚才 google了一下 所以mortadella 就是一种 义士香肠 有很多种的 义士香肠 所以mortadella 是一种 义士的香肠 好 所以一个 义士香肠 被果 三明治 还有蘑菇 蘑菇 三明治 蘑菇 被果 三明治 还有最后一个 没有肉的 完全没有肉 的是 全素 全素的 被果 三明治 全素 全素的 被果 三明治 好 然后下面有 甜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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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 甜的口味 所以上面有 咸的 八个咸的口味 下面有三个 甜的口味 的被果 被果 好 我考你 五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今天吃了 什么东西 是什么口味的 里面有什么 第二个 这家店 除了乳酪 被果 除了乳酪 被果 还有没有 别种口味的 有没有 别的 口味的 你可以跟我说 三种 口味吗 三种 别的 口味 好 第三个 你喜欢咸的 被果 还是甜的 被果 第四个 意大利的 风格的东西 中文 怎么说 这个意大利的 风格的东西 中文 怎么说 第五个 刚才我说 有一种 火腿 不是猪肉 的火腿 那是 什么 火腿 中文 怎么说 不是猪肉 的火腿 是什么 鸡 好 如果你喜欢 这个影片 就是我 给你看照片 跟你说 一个故事 你可以在下面 跟我说 所以可能 我会 做更多 如果你想要 在下面 回答 这五个问题 我可以帮你看看 你写的 对还是写的 不对 好 那下次见吧 希望你们 都好 拜拜